但Chris我在想 有沒有辦法記協可以做多一點 我知道你們有難處 因為公民記者不一定是記協的 但是我舉個例子 譬如記協可不可以做一個公開的 自願登記的網站 因為我想記協成員就一定沒問題了 譬如正式在網站寫明自己的名字 和新聞機構 他們實名制就沒問題 但是如果有公民記者 他為了對自己的保障 亦是避免別人懷疑的話 全部都可以自願登記 實名制都寫在這裡的話 這樣會不會是多了一重的保障 或者多了一重的信心 至少可以在網上檢查 對 如果示威者懷疑你是鬼 那就馬上檢查 原來不是的 我已經有名有姓 我登記了 至少在今次現在這個運動裏面 我是會做採訪的一個記者 無論你是公民記者身份 甚麼記者身份都好 那記協可不可以考慮做多一層這樣的功夫呢 我想Albert你提過的基本上都是說我們有一些的準則 然後就有一些的確認 就是某一些的人事 就是他是記者 是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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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是而且是自願透明的方式 但我想用小時間去講一下 我們現在怎樣有些甚麼的準則 如果從一個會 從一個記協局 我們一個工會 工會呢 它政府是有了要求 是甚麼才是成員 甚麼才是正式會員的 就是你從收入 你是過半是從新聞工作那裡的 那如果他是正式會員的 譬如說我們會發記者證給他 就是他拿記者證 就是公眾知道他是一個會員 是一個記協的 那如果從政府那裡 他就用報章登記條例的 是 然後現在他去年就開放了他網媒 那如果網媒符合這條條例呢 那現在我們見到的十幾間網媒 那他們都是註冊了 那拿了記者證 就是他是這些機構 他可以去記者的一些 政府記者會 或者是 我相信去到一些 譬如在這些場合 有時警方他要查證 他都會看一下 就是是不是這些的 不好意思呀 楊瑛 我們差不多現在夠時間 好啊 很簡單說 是有一個很難去界定的問題 明白 希望大家多 很權威的機構 我們說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這樣 好 我們回來再討論一下 好